我覺得人生,譬如我昨天在Facebook晚上,多餘地在那裡聊一下,我今年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當然我一定會做得完,我不知道 譬如我寫出來的理事歌手決賽,黑卡要印一張黑卡給你們 其實這是最簡單的,我有空去做就行了,或者找個人有空跟我去排隊,做就行了 但是譬如我在新台的設置,開拓網店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我是沒有什麼魄力去做的 雖然我有很多想法,但是我已經不同以前那種魄力,以前如果,譬如你認識我太太,你問朋友問一下我太太 我是基本上在熱愛工作到什麼程度呢,我是可以幾年不放一天假,放假都一定要回公司,無論是自己公司還是打工 總而言之我就是喜歡做事,而我是天生喜歡做事的,反正我無論我做什麼職位都好 我在那間公司我都一定是有某一程度的那個話事權的,為什麼我有呢?因為我夠膽話事的 為什麼你沒有呢?因為你不夠膽話事的 但是你夠膽話事,你就自然會有權,你夠膽話事,你的同伴或者上司就自然會聽你說的 很奇怪,你不是,怕什麼非,你問問去誰才好,那你不就上不了那個位置 當然,上了那個位置你就知道自己有這個責任,你是會很痛苦的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我去到我今天,我們林康正不是太小,三十多歲,我五十歲的時候 是不是還要這樣去前進呢?其實我是疑惑的,特別是我跟大家說過 我當然不會說過,甚至乎有很多人問我,是不是濫,是不是等等 我都不知道怎麼跟你們說,因為我免得你們說要參與一份 老實說,好像牛精文一樣,響了他的名字 他又分析,真的我不怕說,生無分聞到現在 一個人供養老婆,那個女兒在外國讀書,洗肺讀書 就是靠賭馬而已,而且是必勝的 其實我也不明白,當我也知道那個是怎麼運作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我不乖乖地坐在這裡 等他做一億或十億,甚至是一百億的富翁 是一定可以的,我略略解釋給林康正聽,是一定可以的 是用時間的,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要做這個做這個做這個 但是因為我喜歡,我喜歡要做,甚至乎我把資金 我把我現在有的東西,都是放在這些地方裡去投資 而不是說投資是在牛精文裡 因為這就是人生取態的,因為我們是熱愛工作 但是是不是這樣一定是對的,又不是的 是每一個人都不同的,有些人覺得我最好就是 說安分分有錢,去洗去玩,我也認為是 但是,認為是,但是你叫我來說我就不行了 我就是要不斷做,譬如說無緣無故 我打算今年一定要做一個網點,網點 我是這麼多人做,這麼容易做嗎? 我只要銷售供應員也有時間搞 我要開拓這個大馬的市場 開拓大馬市場,其實就是我目前最希望做的事情 因為正如剛才那段廣告,我真的要再跟大家說一次 大家給自己一點想像力 其實大馬是一個絕對很適合我們,不是很有錢 但是又不想在香港退休的人 接著就要再說多次了 現在我們的訂閱,對於我們的新台來講 是過了一千,但是都未夠第一 為什麼呢?我希望在3月4日的時候 就算沒有一萬,也有七、八千 大家要很簡單,我這樣很簡單地說一條數給你聽 如果我們二十多萬的訂閱在MIHK一台的時候 我們平均每一天有四、五萬,每一節有三、四萬的重溫 那就可以計算到,如果我們只有一千人的時候 或者我們在MIHK二台,我們只有二萬多人訂閱 就只有五、六千個重溫,六、七千 其實比例就已經高於二十多萬的 但是如果你說只有幾千人去訂閱 重溫可能只有一、二千而已 那一集就只有一萬而已 十集就只有十萬 如果只有幾千人重溫 我看見好數 那十萬代表什麼? 十萬代表大約是一千元在YouTube的收入 那我一個月做二十多集,即是有二、三千元 那你們的訂購,我預計在開頭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的聲勢是沒有之前那麼強的 即是無論這個節目還是本台 那麼我們要再做一個宣傳 我可以有多少訂閱呢? 我很懷疑 我很懷疑 那我很懷疑 《啤梨晚報》是否可以自負盈虧 當然你說我自己扔錢出來 他當然可以捱下去 即是我們扔錢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扔錢出來 扔得多少個月 我真的要去做呢? 所以大家… 首先不要去想著要訂閱那樣東西 麻煩叫多點朋友去訂閱 尤其是… 訂閱我們《啤梨晚報》 訂閱我們《啤梨晚報》 其實很簡單 尤其是朋友跟我一起出入 我是去到哪裡 無論你去到山頂 還是去到長沙環 無論去李源門 還是去到韓國、馬來西亞 周圍都在《啤梨晚報》前、《啤梨晚報》 但是跟我們的《啤梨晚報》 其實是兩件事 我已經不講這個訂閱了 作為一個Youtuber 麻煩大家分享多點給朋友 關於《啤梨》的頻道 暫時你覺得沒有東西看 只有一、兩條影片看 不要緊 我們是會越來越多的 先去訂閱了 訂閱完之後 就順便在旁邊有個鈴鐺 有個鈴鐺 因為那個鈴鐺 就會提醒你所有更新 包括我們的Live Show 重溫 或者特發的Show 有任何更新的《啤梨》的頻道 他會提醒你 那你就知道 或者搞靜音 但起碼有個子彈出來 因為我們的新台 為何會搞這個新台 其實也是我們離開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會有很多突發的事情 譬如我家有同行吵 就是這樣說 譬如我家有同行吵 我家有幾條女孩很正 那我是不是要立即做直播 是不是要立即通知你們 那你們立即推播 你們立即被你同行吵 那你們才知道 就可以看到現場實況 所以那件事要做的 訂閱加鈴鐺 第二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還不可以憑YouTube到盈利 因為它最少需要一千個訂閱 我們會達到的 另外就是需要一個視頻 就是你們看我們的視頻 的視頻 加起來是有四千個視頻 我們現在有幾個 三四百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只有五十分鐘的節目上去 那你一個人看完 就是五十分鐘 十個人看完就是五百分鐘 那很明顯 很多人都沒有看完 OK 那變成了 麻煩各位彭蕩 就 即使你不看也好 如果你的電話 或者你的電腦有空的 就上去開了去 有去溫 令到他看的時間是多 因為有些人可能 看完兩分鐘就走了 OK 那當然 我最不恥的就是 竟然這個Drama Cantonese 他仍然是下載了我兩條片 放在自己Drama Cantonese那裏 那裏 那裏是有幾千 接近一萬人看 我們自己的一千多 即是我不明白 如果你們很討厭我的 何必要看 如果你不是很討厭我的 當然你會說 我看見他的樣子 所以就放進去 你看見Drama Cantonese 沒理由會抑描他 是這樣的意思 這麽簡單 這個星期日 我們還會有一個 怎麼說 有一個時報 林康正就去了日本 我未找到拍檔 那我就極有可能 找些美女 我很久沒有跟美女做節目 好 找些美女聊聊天 為什麽呢 其實那天主要 大家 我都是想錄一些節目 譬如我可以講阿波 有很多事情可以講的 可以 給大家 可能在過年的時候 悶悶的 沒有那麽多節目可以看 又或者 其實最重要是 嘗試我們的剪片 其實是嘗試的 大約是三點鐘開始 或者如果他有跑馬 我可以講一下馬 或者說六合彩預測 我也有很多元化 初三尺口就 開波 仍然都是那樣 大家記住 Facebook的Fans Page 我不知道為何到現在 我們有六七千人 真的太少了 繼續去讚好 還有群組 還有群組加入 在日後 我們的Fans Page 主要是用作 用來發放我們節目的Live 和重溫 即所謂的派聯 而我們的群組 林康正就會多些東西 在那裏分享 大家喜歡分享 什麼都可以 群組是開放的 OK 變成大家喜歡分享 什麼屌測都可以 另外最後 2.75 另外最後 就是2月18日 各位 我沒有辦法 其實我不想 但是我知道 為了要短期內 吸引多些訂閱 其實最後我都會出名 你們放心 而我的啤梨頻道 我暫時 我跟大家說 絕對不是一個很大型的網台 來來去去 都會有三四個節目 有兩個節目 我就先不在那裏透露 但是最後那個節目 我可以透露 大家放心 一定是你們喜歡看的節目 也是我最擅長做的節目 一定有女兒 一定有波子看 這件事已經說完了 沒錯 說完了 2月18日 現在說的是 下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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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星期一 我們會有個聚會 這樣就會在觀塘 應該如無意外 就是在觀塘 我們現在的工作室 對面的太爺雞 我會包到牆上 那賽單 我想大家都是吃那些東西 包心次都 尤其是開聯那些 因為我沒有問過它的價錢 我不敢說它 每位多少錢 大概應該是 那時候我們問過4千元 那它有得商量 那我想是3百五元一個 左右 不需要等確認不確認 甚至乎 甚至乎 真的會有些 不能夠再公開的場合 說的話 希望大家都盡快報名 我會用我的帳戶 存款給你一個號碼 給你一個號碼 應該是4、5圍 好吃的 當然好吃 這是我們的飯堂 3月4日 記住大家 我希望現在 我不知道你們的訂閱 那些是否一定是 我們節目的長期聽眾 其實如果你叫你家人 每人申請多過1千元 就變成2千元 就是這樣簡單 OK 稍後時間 我亦都會將一些 我們之前想做不到的事情 譬如 找幾條大波妹出去 跟別人在旺角 現在沒有通賽街 真的沒有女人街 或者在東角 跟別人立刻申請 訂閱可不可以 對 如果兩個波那麼大 就打個 你弄個魚貼 可以嗎 沒錯 這些當然可以 這些不是我們做誰做 好了 明天繼續 《啤梨漫步》 拜拜